国防部在今天举办了全国高中职一队竞赛 八组进入决赛的队伍在两天音乐艺文广场前一较高下 尽管外头天气相当炎热 参赛队伍们顶着艳阳依然做出了高水准的演出 整齐花衣的动作高难度的队形变换都让人看了拍手较好 现场还准备了缩小版的P3C反潜机 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开战机的乐趣 国军在民众面前展现好形象 也替国军的招募再度加分 不乏整齐花衣口号喊得震天响 全国高中职一队总决赛在良庭院艺文广场盛大登场 台中女中清一色女子军团表现可是不让须眉 柔中带刚的气势超吸睛 而去年的亚军星星高中更没有辜负盛名 精彩的队形变换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差不多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做整个完整的表演准备 就是不管是人啊人数音乐还有队形 整整花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经过一轮激战星星高中未免亚军 金牌则是由庄敬高职夺下 现场不只有精彩的一队表演 国防部更带领各军种设置不少摊位 瞬间多了点园优惠的气氛 OK 标好 现在这个飞机准备要进到松山卡牌 我来玩飞机就把四个引擎开 然后再把发动机打开 然后就转一圈 P3C反潜机变小变Q版 让小朋友体验开战机的乐趣 国防部出招在民众面前展现好形象 也替国军招募工作加分再加分 记者凌晨杰 陈瑞翔台北报道